我们做一个例子 有一个无限长慢径为B制导体薄的圆柱壳 上面的一半维持V等于正V0 下半维持V等于负V0 现在我们要求壳内壳外 任意位置的店位 我把图画出来 这是一个圆柱壳 脖的壳 不过我们把它分成两半 上面一半跟下面一半 它的半径是B 这个是导体做成的 无限长 前后是无限长 我们现在给它的边界条件就是 这一半的店位是等于正V0 这一半的店位是负V0 那现在我们要求导体内部任意一点的店位 外面任意一点的店位 要求这个 那这个我们要怎么做 当然这是边界值的问题了 我们用Laplace equation来解 那当然我们用这个圆柱坐标 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写成这样子 首先把Laplace equation写出来 好 这是圆柱坐标里面的Laplace equation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 它说这个圆柱体是无限长 无限长 我们从它的边界条件 只要是角度从0到π 0到π 不管你的Z在哪里 Z在这边还是往那边去 都是正V0 那么如果π是从π到2π 也不管你的Z坐标是什么 它的V就是V0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它跟这个店位 店位跟Z无关 V呢 仅仅是R 跟5的函数 5有关 R它现在只跟你讲这个 在这个上面 是V0 如果它不是B呢 半仅不是B 它可能 它的V会变了 所以它跟R有关 跟5有关 与 Z无关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所以 Laplace equation 现在它就等于 我们要解释了 解的时候要参考边界条件 我们把边界条件 写出来 这时候的边界条件 半仅仅在B的大小的时候 5会变 5会变 我们说 5呢 从0到π的时候 它是V0 从π到2π 它是V0 它是V0 第2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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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从2π到3π 然后3π到4π是这个 所以一直绕过去 一直绕 那么 像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把 这个 把这个条件呢 写成以下的这个 画成以下的坐标 因为它是循环的 对不对 我们画成以下的这种图形呢 比较容易看出来 我们说 这个条件 就是边界条件 我们画成这种坐标 看得更清楚 它的图形 这是VBφ 这个是φ 我们说 当φ角等于0的时候 等于0的时候 在这里 它是φ 它是V0 那么它就是这个 我们用另外一个颜色来表示 好 这个是0到π π到2π呢 它是负的 这是V0 这个是负的V0 好 然后它从2π到3π 它又变成正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 抖身的一个直线 好 这个是3π 然后 这个是4π 4π 好 4π到5π 它又是这样子 我们就 不全画了 就是它可以 你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0到π 跟这个2π到3π 都是正的 π到2π 3π到4π 这都是负的 当然你往这边也一样了 你如果往这边来的话呢 好 这个 往这边也是 这样子变化 无穷的 好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知道 它在0跟2π之间 2π之间 有正有负 就一半是正 你看 什么函数 从0到π是正值 从π到2π是 就第二项线是正 第三 第四项线 它是负呢 我们称这个 叫做 这只有什么 sign有这种结果 对不对 有这种结果 那么我们就称这种函数 这种函数 它是 叫做 Odd Parity Parity就叫做 余称 我们先写出来 余称叫做 Parity 叫做Parity OK 就是说 它有这种 它有这种特性 等等我们会用到 这个东西 好 现在我们 就把这个 Solution 写出来 The Plus Equation 是这个 边界条件 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 微分方程 我们刚刚讲过 它的Solution 是这样的 的解 是 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来 分开来解 壳内 跟壳外 就是它的R小于B 跟R大于B 这两种状况 我们说在壳内 壳内也就是说 它的R 是小于B的时候 R不可以大于B 好 那么在这个式子里头的N呢 N它是 从0开始 从1开始 一直到无限远 无限远 不是无限大 1 2 3 4 5 6 7 8 9 一直到无限大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R值呢 它可以从0 一直到多少 到B 小于B 就是最大最大 也不过是B 所以当R Approaches 0的时候 就是你看它 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 这个 没有问题 这个R的N次方 就是说 你把这个 0点 比如说0点1 的2次方 它更小 对不对 它可以Approaches 0 没有问题 R可以变成0 但是这个有问题了 你这个分母 越来越小 分母 越来越小 这个分数 就变成怎么样 越来越大 对不对 越来越大 那小的不得了的时候呢 几乎Approaches 0的时候 这不变成无穷大吗 这一项变无限大 我们说电位啊 它的特性是 它是finite 而且是continuous 它必须是有限值 连续的有限值 它不得是 无限值 所以 这一项可以让这个potential 变成无限大 对不对 这一项的存在 可以让这个potential 变成无限大 那就不得有这一项 不得有这一项存在了 你怎么让这一项不存在啊 怎么让它不存在啊 那说它两个常数都等于0就好了 对不对 两个常数都等于0 那么 所以我们说 当这个Approaches 0的时候 Vr5 因为有这一项的存在啊 它跟这个有关系啊 变成无穷大 这不合理啊 不合理 不合理呢 我们就说 有一个办法 我不要这一项 你怎么不要呢 就说我们令 所以 An' 即B'n' 须为0 必须是0 那这就没有了 现在这个都没有了 只剩下这个 只剩下这个 有Sine 有Cosine 我们从这个边界条件就知道啊 我们就知道 你现在在上面一半 V是等于什么 V0 对不对 Positive V0 不是negative Positive V0呢 只出现在0跟π 2π跟3π之间 那就是说 这个 它的三角函数 必须是 Odd Parity Odd Parity 那就是Sine 不可以有Cosine 因为Cosine的正φ 就等于Cosine的负φ值 所以 又因为 Cosine的 G次余称 G次余称 就是它不得有Cosine N5 不可以有这一项 不可以有这一项 那就是Bn要等于0 Bn要等于0 OK 所以我们知道 故 Bn等于0 好 那你看 这一项通通没了 这个没有了 只剩下一下这个 那它的Solution 我们就知道了 Solution就是这个 所以 VnR5 它是跟N有关的 所以我们这里 它写VnR5 是在 ANR的N次方 CinR5 就是这个东西 一定是这个函数 那现在我们要决定 那现在我们要决定这个 AN是什么 要决定 好 那么 我们说 单单这一项 N 是某一个值 N是单一的值了 或者是一 或者是二 或者是三 或者是四了 我们说 单一项 不能满足 全部 边界条件 不能满足 全部的边界条件 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一项 你就 当做是 R等于B 好了 R等于里头的 就是R等于B R等于B 那变成B的N次方 然后Sine呢 Phi可以从0到Pi之间 Phi是0 整个是0 Phi是Pi 整个也是0 Phi是二分之Pi的话呢 就说NPi这个是 比如说是二分之Pi的话 那又等于1 所以这个 你不能有单一的一个V0出现 那么我们就说 你单单一项不可以 如果有若干项加起来呢 应该可以 所以我们就另 另来是好多项之和 多少项我们不知道 就是有若干项加起来 它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能满足 好 于是 它就必须要满足 这样的一个狮子 这个插掉了 这个是边界条件 半径等于B的时候 我们不是这个值吗 对不对 半径等于B的时候 Phi是任意值 Phi是任意值 用这个 这个等于B Phi是任意值 那么这个地方的 Phi是任意值 这个是B OK 好 它就等于 B的N次方 A N A N Side N Phi 好 这个边界条件 就是 当Phi 是介于 0跟排之间 是这个 介于 这个之间 是这个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值 那个满足边界条件 这两个边界条件 下面一半是0 上面一半是V0 好 那我们就要 要问 这个时候的 A N 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把它分作 两部分来看 在 这个区域 我们都成 有Sign这里 我们就成算一个 Sign的Mpi Sign的M5 然后 D5积分 是负V0还是0 还要 还是0 哦 负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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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负V0 不是0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 这个 呃 乘上一个 左边 左右都要乘一个 SignM5 好 我们就 把这边 乘一个 好 乘一个 Sign 它原来是 SignM5 我们现在 乘上一个Sign M5 D5的积分 好 右边呢 是这个 好 那它就是 V0 乘上 SignM5 D5 D5 From Zero To 5 这个都很好 接啊 这个 你看这个 我们积过多少次了 对不对 积过多少次了 你们这个要 亲自积一下 如果 如果学过 Foreal Transform 一下就把这个字就写出来 好 于是我们就说 这个时候是 B的N 次方 A N 好 你先 记这个吧 记这个 N 跟M 相等 不等就是0 相等才有值 所以 它就变成 BN 次方 乘上 AN 乘上 2Pi 这个是 R N 等于 M 好 等于0 若N 不等于M 然后再记右边 记这一边 我们写一个这个好了 这样子比较更清楚一点 好 积分 如果 M为基数的话 好 这个等于0 M 为偶数 这是右端 右端等于这个 然后我们把左端跟右端相等 左端 左端横等于右端 得 A M 是等于 为偶数 为偶数 我们就解出这个 常数 A N 我们解出来了 OK 然后我们还有一半 Pi到2Pi 刚刚是解什么 这个 这个是 这个值是这样子的 OK 好 我们注明一下 这个是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Pi 介于 Pi 跟2Pi 之间 好 那么它是这个 也是一样 我们 这里我们都 省略了 就是 直接把它写成这样子 N Phi Sine的M Phi D Phi 这是左端 右端呢 它是等于 负V0 原来是个负V0 好 也乘一个这个 积分 Pi 到2Pi 之间 那我们也把 左边跟右边 各自积分呢 左端 等于 A N B N B N 之间 左端是这个 右端 我们也把那个 积分一下 好 它的值 是等于 两个 基数 等于0 M M为 偶数 好 然后我们把 左端跟右端 横等 横等 的 A M V0 M Pi B的 N 次 方 M M 为 基数 等于0 M 为 偶数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 在 小于B 范围里面的 Potential 写出来 所以 在壳内 任意点 任意一点 的电位 壳内 是等于这个 V R5 我们 不妨看一看 这个AM跟这个AM 一样不一样啊 这两个一样不一样啊 一样 对不对 通通一样 不管是0到π 是π到2π 都一样 因此它就可以写成 Sigma N 等于Odd N 我们把M都写成N 反正它就是代表 基数嘛 等于这个 你后来在这里 可以加一个 G R 小于B 任意点 的电位 是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 这个要写成M 这里写成M 你知道这里是M跟N 有没有分别啊 反正说是13579啊 对不对 这个是π 写错 那我们再看 壳外 这是壳内 还有壳外 也要算一遍 我们今天就先算到这里 我们下次来看这个壳外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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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